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日子真的是一年一年它总会有一种规律性的重复 而且往往更让人担心的是因为那个规律在前面 也就是说去年的这个今天从那天开始开始下跌 整整一跌 跌两星期还是跌一个月我都忘记了 确实是那个时候大盘也是一下子出现了一个很重大的压力 一下子变成了很大的一个跌幅 难道现在为止呢其实说下跌的这个趋势呢目前还没有止住 对 当然有一个好消息 我看昨天也有很多人在说 昨天相当于说如果是去年的话 相当于李星啊突然间给他打了一个对折 就说这么点高 那昨天呢相当于说江雨腿从高跟节上下来 下来的还不多 而且呢因为下面没有多大的空间嘛 所以总体上大家应该要有更加宽松的心态去看待 没错 对未来充满希望 来 一起来看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德国总理默克尔 习近平说希望德国及欧盟客观看待竞争合作关系 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 5月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民间投资增速继续下滑 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增速创下16年的新低 早点关注 上正宗只昨天大跌3.21% 创下三个多月的最大单人跌幅 今年一至五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增长7.0% 增长出现小幅度回落 国际方面 美国证实奥兰多枪手枪击案的枪手 曾经效忠伊斯兰国 我们还为您开通了第一财经官方的微信 叫第一财经资讯来为您提供更多有深度 有个性的文章 语音和视频 好 来看一下今天天气情况吧 今天江南 华南 云南等地有较强的降水 江南南部 华南北部有大道暴雨 局部地区有大暴雨 部分地区还伴有强对流的天气 但上海今天还好 上海今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 明天多云转应有阵雨或雷雨 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 明天最低温度23摄氏度 也就意味着要媳妇要亮晒 赶紧趁着今天开始 今天早晨六点发布的上海空气质量指数是 53微凉 一小时偏门2.5浓度 37微克美立方米 好的 接着翻开今天财经日历 看一下值得关注的事件 6月14号国内方面 第四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会开幕 而上海迪士尼会举办开幕庆典 迪士尼终于要开了 还有国际方面 日本公布四月工业产出月率 美国五月核心零售销售 英国五月的CPI年率也会公布 好了 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我们把时间首先交给下一位 好的 阳光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 国内方面的重要的事政和财经消息 国家主席习近平 昨天会见德国总理默克尔 习近平指出 两国政府已经为中国制造 2025同德国工业4.0对接搭建了平台 要引导和鼓励两国企业实现项目落地 希望德国及欧盟客观地看待 进合关系 妥善地解决中欧贸易纠纷 如期履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 第15条的义务 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 双方要顺势而为夯实民意基础 中方支持深化两国在教育 签证便利化 航权安排 传统中医药等领域的合作 此外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昨天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主持 第四轮中德政府磋商 李克强指出中德应该加强高层交往 落实好发展战略对接和智能制造 可持续发展产业等合作 进一步提升财政和金融的合作 切实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 加快商签中欧投资协定 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和人员往来的便利化 当天举行的第八届中德经济技术合作论坛 共促成96个重大合作项目的签约 协议金额150亿美元 为期两天的2016年路加嘴论坛 昨天闭幕 在今天的论坛上 非常引人瞩目的一个话题 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在世界经济复苏缓慢的大环境之下 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 正在从通过三驾马车拉动需求的 旧的经济增长模式 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转变 在这个背景之下 中国经济正面临诸多的挑战 无论是进出口 还是民间投资都面临着很大的压力 而昨天最新的数据也显示 固定资产投资数据的增速 创下了16年以来的新低 民间投资增速也是继续滑坡 具体来看中国一至五月城镇固定资产的投资 同比增长了9.6% 创出了2000年5月以来的新低 不及预期的10.5% 此外一至五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 是继续滑落 同比增3.9%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 盛来韵分析称 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放缓 显示经济动力不足 原因之一是产能过剩挤压利润 产能过剩行业的投资大幅下滑 中国政府正在努力的加快改革 刺激私人投资 但是改革的步伐还没有快到 能够促进民间投资 民生顾收理麒麟的分析称 民间投资继续下降 与实体投资回报率下降也有关系 也因为民营部门 储资成本高 那从政策来看 民间投资集中于第二产业 去产能政策对于民间投资的影响更大 除了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之外 国家统计局昨天还发布了 工业增加值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数据 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 于上月持平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 26611亿元 同比增长10%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表示 5月份的国民经济运行的整体 是比较平稳的 结构性改革是稳中有进 5月份的国民经济情况 应该说总体是比较平稳的 因为用八个字来开口的话 就是总体平稳中有进 盛来运表示 从工业生产服务业 市场销售以及就业和物价方面来看 显示经济运行整体平稳 在产业结构调整 投资结构优化 消费升级 以及新动能的急剧方面 也体现出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在稳步推进 而对于民间投资继续回落 盛来运表示 一方面是因为近年来 工业品出厂价格持续下滑 尤其是部分产能过剩行业的 利润增速下降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投资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 与某些行业上开放力度不大有关 油还有一部分领域 对于民间资本 还在准入上放开的不够 还存在不少的堂皇门玻璃门 这样就是说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一些民间资本的投入 民营资本 现在还确实存在着一个贷款难 贷款贵的一些现象 影响了民间资本的投资积极性 此外一至五月份 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34,564亿元 同比增长7% 比前四个月回落0.2个百分点 比去年同期加快1.9个百分点 对于未来房价 盛来运认为 还将延续分化走势 我个人觉得呢 就是说房地产 就是说现在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就是分化调整的阶段 由于二三线城市 尤其三四线城市 房地产的库存 还是比较大 所以这个房价 反弹和回升 我觉得它最终还要取决于市场供求关系 所以这个 这种变化呢 我觉得还是值得观察 总体上来讲 我觉得未来的房价走势 可能还会延续 现在这种 这种 这种风化的这样一个走势 那么在宏观经济压力 不断加大的当下 供给侧改革究竟应该如何发力呢 专家表示 供给侧改革 首先是去掉无效的供给 增加有效的供给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需要金融创新 核心的问题是如何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金融危机八年之后 各国政府费了牛进 推出积极宽松的货币政策 甚至欧洲都已经变成了负利率 为什么金融危机的阴影 依然没有远去 曹远征认为 货币政策变成负利率 说明总需求管理的思路 已经走到了尽头 需要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 我们希望在京东明春 把PPI转正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白仲恩指出 目前经济增长速度在下降 在劳动力的成本增加速度还是非常快 这说明过剩产能的行业占有过多的资源 使得其他产能获得资源的成本在不断的上升 分析指出 供给侧改革很有可能会遇到银行债务的重组 很多金融产品违约的问题 这是消除多余货币 来重新使我们的信贷资源 信用资源能够更好地匹配的过程 过去的这个金融飞机之后 都伴随着多余货币的消除 就是这个金融产品的美元和银行的破产 使多余货币的消除 然后再来重新供给 用测盘和在这个造物的重组 金融的打破当性对付 让消除多余的无效的货币 对我们后来的高效的金融供给提供条件 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 接下来马上进入到的是早清关注 把时间消耗阳光 我们常常感叹时间过得真快 但是跟你说5178点 这个去年最高点 也就是去年的差不多今天 6月12号刚刚触及 然后就开始调整 也就是说时隔只有一年时间 你会不会觉得这一年似乎过得很长呢 昨天A股依然没有走出阴霾 昨天是失守2900 创下三个半月以来 最大的一个单日跌幅 具体内容进入今天的早见关注 截止到昨天收盘 护宗只下跌3.21% 深层只共是重挫了4.4% 失守万点大关 全市两市一共成交5885亿元 比上一个交易日是有所放量 中小板指和超越板指分别暴跌 4.61%和6.03% 盘面之上提财股跌幅都居前 次新股在于大面积的抛售 两市只有20只个股涨停 近250只个股跌停 而融资方面 截止到6月8号 两市融资预额是8346.21亿 环比又减少了36.57亿 自去年6月12号上升宗只创下了5178点的高点之后 大幅度调整至今 整整一年了 来自护宗交易所的数据显示 截止到6月8号的收盘 护宗两市合计总市值 现在是44.86万亿元 而这个数据与去年6月12号的71.09万亿元的总市值相比 蒸发了26.23万亿 缩水幅度高达36.9% 那截止到昨天收盘的上升宗只累计下跌了45.16% 深层值下跌45.5% 创业板下跌47.32% 对于我们目前的A股来说 整体上还受制于当前的一个大的基本面 我们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之内 经济还是处于下台阶的过程当中 那么这一个相对低迷的阶段当中 我们会看到市场的这种主要的表现形式 可能还是较弱势震荡 很难看到向上的突破 但是向下却经常会发生一些风险事件 进入6月中下旬 英国退优公投美联储议席会议 A股是否被纳入MSCI等 诸多不确定事件的到来 将使得市场的情绪修复进程受到考验 泰达红利首席策略分析师庄腾飞认为 目前市场整体风险偏好都在逐步降低 国内市场更是如此 在各种不确定性落地后 风险资产的表现才会缓和 整个全球的市场 目前在6月下旬是一个风险 高度不确定性的一个阶段 因为你也看到了 就是说6月的这个22号左右 要做一个英国退欧的公投 然后6月15号本身是有一个美国的议席 耶伦的表态是否足够的鸽派 还是会很大程度上影响7月份的加息的概率的 如果7月份的加息概率在这个议席会议之后降低了 那么整个风险资产的这个表现才会缓和 国内的话一方面有MSCI的一些预期的劳动 同时还有前期因为经过了一两个月的一个反弹 尤其前期的这段痴心股一个很高度的一个相对泡沫化的一个过程 所以短期内有一些这种获利的回吐的迹象 或者说风险配合的降低 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 那昨天的大跌是否意味着再一次调整的开始 大家都很担心未来市场行情会如何演绎呢 我们来听一下深晚宏源市场研究总监贵浩明的观点 那么应该说它调整幅度比较大 但总体上呢还是属于框架内 前面一次呢是拉到2900上方 但是看来呢2900上方它又无法继续向上突破 那么就有一个回抽啊 这个再度考验下方的要求 那么从前期来可能也破坏过2800 但最后呢还是能够守住 这次格局呢恐怕也不会有大的变化 尽管接触比较大 但是它记上相对过去来看 它实际上还是处于一种收敛态势 我想这种格局呢恐怕会也许不会轻易改变 那在本次陆家嘴论坛上呢 证监会国际合作部主任齐斌就表示过 A股纳入MSCI指数是一个历史的必然 而就在明天今天 MSCI就将正式宣布 大家一起期待一下 是否会纳入A股的这个全球基准指数 对此呢很多现场的嘉宾当时都认为概率是不小的 但是它的象征意义却更大 对中国经济来说 这也应该是一个积极的因素 因为这表明中国的资本市场的开放 涉及到很多方面 应该说在某些领域也得到了推进 对于全球来说 中国的资本市场越来越多的能够进入到 全球资本市场的这样一个行列中间去 对于大家更多的了解中国的市场 促进中国经济 未来更多的跟世界经济融合 我认为都是有比较积极的意义 我觉得一个市场它的走势 它的本国的宏观政策 本国的经济周期是第一位的 所以我觉得会有影响 但是不会是非常大的影响 还是中国市场本身的运行周期 是决定性的因素 而海外的资金流入流出的比例有多高 我觉得是从属性的因素 不管明天入或不入 早晨一定要关注我们财经早班车的节目 因为会有大量的解读 会在明天这个时间慢慢出现 有机构观点认为 市场出现全面调整调整 击穿了多条均线的支撑 成交量比之前节后最后交易日有所放大 这打破了七年以来 节后避涨的一个规律 机构表示目前市场方向不明 投资者应该以谨慎观望为主 流动性和外部环境都没有较大的改善 短期应该不会有大规模 新进的资金的流入 所以继续维持前期的存量博弈 震荡摩底的判断 好了 这里是财经早班车 请继续来关注国际时政方面的消息 时间交给下一位 好的 杨光 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 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警察局长 约翰米娜13号在记者会上说 麦动业总会枪击案当中的枪手奥马尔玛丁 在袭击过程当中确实表示要效忠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并且在劫持人质之后试图和警方谈判 警方称枪手拨打报警电话时冷静而镇定 警方的危机谈判桥组确实和嫌疑人交谈过 目的是为了得到尽可能多的信息 整个过程中他没有提多少要求 大部分时间是警方在提问 美国联邦调查局说 12号公布的50名死者名单中 包括枪手马丁本人 但枪手不算遇难者 所以枪击案实际遇难者是49人 目前49名死者中的48人身份已经确认 截至当地时间早上8点 半数死者家人已获通知 目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已将枪击案定性为恐怖袭击 并已主导相关调查 美国佛罗里达中部地区检察官 本特利13号上午说 目前正在调查有无其他涉案者 整个枪击案调查仍处于早期阶段 另据当地媒体报道 在马丁12号凌晨停泊在夜总会停车场的汽车里 发现了第三件枪械和一些阿拉伯语文件 那么在此次枪击事件发生在美国总统竞选白热化之际 虽然对于枪击案的调查仍然在进行当中 但是民主党的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的当纳的川普 这两名主要的总统竞选人借此相互展开攻击 分析认为奥兰多枪击案引发美国民众 对于移民反恐和控枪等话题的强烈关注 必将影响到美国总统竞选人的竞选策略 也可能对于美国大选走向带来一定的变化 叙利亚反对派叙利亚民主力量联盟发言人西卢 13号在接受叙利亚电视台采访时说 该组织与叙利亚政府军并不是在争夺伊斯兰国 在叙利亚大本营北部城市拉卡 那如果叙利亚政府有能力从恐怖粉丝手中解放拉卡 那么该组织表示欢迎 但是西卢同时强调叙利亚民主力量联盟 目前与叙利亚政府军之间不存在军事上的协调 未来也不可能与叙利亚政府军协调或者是一同作战 日前有报道说叙利亚政府军在俄罗斯空中活力掩护之下 已经停进至拉卡省境内 我们再来关注到俄罗斯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3号表示 俄罗斯和韩国不能够接受朝鲜的有和国家的地位 好 稍后我们在7点35分节目当中 将继续从华尔街到路加嘴板块 详细了解最新的国际金融市场的具体表现 接下来马上进入到的是资讯快车 好 接着我们来关注国内的财经资讯 昨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下调了212个基点 是5月以来的最大的下调幅度 现在报在6.5805元 市场关注人民币中间价是否会挑战6.60这个重要点位 那之所以6.60这个点位很重要 是因为在去年的8月和今年的1月 两轮人民币大跌的时候 赞人民币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最高 也只是触及了6.59 并没有击穿6.60 因此6.60已经成为一大心理的关卡 而自5月初以来 美联储夏季加息的预期在升温 人民币对美元就开始一路的震荡走扁 市场预期在双向波动当中逐渐强化 所以人民币跌破6.60也逐渐成为一个共识 大伙也不妨来关注一下 6.60这个数字什么时候会跌破 国家能源局13日对外发布了 关于下达2016年光伏发电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通知明确 2016年下达全国新增光伏电站的建站规模 要达到1810万千瓦 其中普通光伏电站项目是1260万千瓦 光伏领跑技术基地规模是550万千瓦 那么冬奥会光伏廊道等8个光伏领跑技术基地 是纳入了建设范围 昨天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 5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461亿元 同比增长了7.3% 比上个月明显是回落了 财政支出增速明显提升 财政部认为从目前情况来看 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存在 后期的财政性的减收的政策 应该会进一步的显现 但我们说的结构性减税 比如对一些小微企业 这些薄弱领域的这些减税政策 确实是减少了我们的财政的这样一个收入 那么从整个财政收入的结构来说 放还比较大的 就是证券交易的印花税 我们知道去年的股市比较活跃 所以这个差异比较大 温斌表示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影响下 财政支出力度进一步加快 仍然是未来财政的主要方向 今年年初我们也是确定了 进一步的扩大我们的财政赤字的预算 提高财政赤字率 所以下半年财政支出这块 这个力度还会进一步的加快 特别是在保障民生这些领域 比如说我们在教育 文化 医疗 以及像保障房的这方面 昨天上五国家统计局公布了 五月份的国内房地产运行的数据 今年一到五月 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增长7.0% 这个增速比一至四月份回落了0.2个百分点 同时今年一到五月 国内商品房的销售面积和销售金额的累计增速 也相比一至四月呈现了一个小幅度的回落 虽然商品房销售增速和投资双双放缓 但是仍然处于快速增长的区间内 业内人士表示 未来短期内国内房地产市场仍将维持平稳 之前的相对比较热的这种状态会得到贫富 有三个原因 一个是我们的整体的一线或者是二线家的城市的限购 在从井或者在收缩土地的政策 第二个三四线城市的高库存依然存在 第三个从长期的角度 我们的劳动人口购房的需求也还是在减弱 这三个方面的因素是决定了我们的房地产投资增速 包括这方面还会保持恢复到相对的平稳的状态上来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室内市场 根据统计呢 护身两市目前已经有新号SD新煤 新号SD长林和新号SD窗化 由于连续三年亏损处于暂停上市的状态 这意味着这些公司可能会被暂停上市 甚至是终止上市 除了业绩之外 两市还有不少公司 由于信息披露的违法违规 可能会导致暂停上市或者是退市的风险 新台电器更是由于涉嫌欺诈上市 或将成为创业版退市第一股 因为新台电器涉嫌欺诈发行 保健人新业证券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现证券公司公告 公司已经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保健项目呢将被暂停受理 而这也是继平安证券 民生证券 南京证券 安信证券之后 又一家遭此处理的券商 根据相关法律和过往的案例 该公司包括20个IPO项目 在内的全部保健项目 恐将全部被暂停受理 停牌近一年的停牌丁字户 建发股份 因为重大无先例的重组告吹 期待的近一年的这样一个情况之后 终于是复牌了 5月底护身交易所出台 上市公司暂停复牌新规 其中的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 不得超过三个月的规定 让不少停牌丁字户备受压力 纷纷紧跟新规复活 出列的统计 仅是端午假期之后 已经有十多家公司宣布复牌 除了建发股份之外 今年1月停牌的华一加信 2月开始停牌的信亚达 中房地产也宣布今天复牌 截至6月13号 两市人安有297家公司 仍然在停牌之中 随着停复牌的新规的实施 长期停牌的上市公司 已经被推向了风口浪尖 复活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财经早班车 接着马上进入到日财经万花筒 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 再来关注一下浦东机场的爆燃案 上海警方昨天下午 对浦东机场爆燃案进行了通报 经查犯罪嫌疑人周兴百男29岁 贵州省同仁市德江县长宝镇桥西村人 2014年出到江苏的昆山 某电子企业打工至今 那么期间因为沉溺于网上赌博 所以输光了积蓄 入不复出 平时靠向朋友借钱度日 案发之前 周某曾经在微信群当中留言说 欠了很多钱 准备去干一件疯狂至极的事 丢小命是一定的 6月12号的14时26分 周就在浦东机场T2航站楼 国际出发的C岛直击柜台处 实施了犯罪行为 经过初步的勘验 犯罪嫌疑人周兴百在啤酒瓶当中 填充了烟花爆竹药 那经进一步的调查 警方在江苏昆山某小区 周的临时租住屋内 还发现提取到了烟花爆竹的药物的残留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过程中 2016年上海市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 昨天启动首批50名食品安全社会监督员 正式诞生了 一旦发现相关的食品问题 监督员可以直接向食药监部门来反应 监管部门将会在7天内要给予回应和处理 从昨天起 市民可以通过上海发布微信公众号搜索到 某家饭店的食品安全的检测情况 而与此同时 2016年海南省食品安全宣传周也于昨天启动 未来海南省将对违法违规的食品生产经营行为 做出顶格的处罚 还将从罚没的资金当中提取10%来奖励给举报人 最高奖励可达50万元 这也是全国最高水平的食品举报的奖励额度 从去年中国电影票房首破440亿大关 业内预计今年可能要达到600亿 最晚到2018年中国的电影市场会超越北美成为全球第一大的电影市场 那么从电影大国怎样才能迈向电影强国呢 昨天在上海国际电影节论坛上著名导演李安和多位业内人士 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一场热烈的讨论 其实我讲的是一个万事成长 就是快事成长 我觉得美国它的产生是自然的 那现在呢 你突然有一个超音感美的这个欲望的前面 李安一语道破了国内电影人急功近利的心态 他以自己为力 希望年轻导演们能沉下心来练好基本功 这一观点立即引来徐征的共鸣 他自己从一个演员迅速篡升为票房大卖的导演 并且开公司当老板 一路走来 成功的背后 徐征也深深意识到这一过程背后的弊端和无奈 我认识的所有的这个年轻人 他们基本上美国的那些编剧的这个书 都是放在枕头边上 就是做去本书都看不到 俗成 用这种办法就是浓缩 别人要学四年 他就学一年 就得就得学到 因为在后面有这个资本大老师 赶紧拍啊 拍出来啊 我们这边也要夜景 赶紧拍 李安表示 在投资热钱的引导下 市场上一些类型片火热 电影同质化严重 明星片酬节节攀升 而影片制作却缺乏足够资金 目前这些产业乱象都有前车之鉴 台湾最早发生这种情形 后来就台湾电影势道下去 他就去把香港也给搅乱了 香港演艺人员业界都是 大家拉紧手 要自救 不要被台湾人搞 还是搞下去了 现在他们都来这边了 我们自己里面做电影的人 自己人心里要有数 最后观众看着是打动他们人心的品质 思想也好 情感的起伏也好 你只要是讲到人的心坎里面去的话 你都能够得到回音 幽默诚恳的话语 一语重地地剖析 让两个小时的论坛现场持续火热 我觉得非常全面 受益匪浅 解读得非常深刻 挺有帮助的 对 尤其是像李安导演阐述挺多的 是我们有一个大方向 包括我们的不足提升的方向 还有就是跟国际方面的接轨 以及在国际方面的一个跨越 同时也是同行业之内 我们的一个交流和资源的分享 好 请继续锁定第一财经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 从华尔街到陆江泽板块 来关注全球市场和国际财经方面内容 别走开 好 今天今天今天 还将重点来拍一谈 近期的宏观市场的揭晓 我们知道近期的事情特别多 MSCI会不会把A股纳入启动 英国的脱欧公投 究竟未来走向会是什么样的 还有美联储即将召开的议席会议 所以这些事情都令到市场投资人 对于未来产生了很多的不确定性 因此我们看到股市普跌 但是黄金 原油等避险资产 都出现了上涨 避险属性越来越强了 那么我们在宏观方面 将重点来说一说 目前的一个市场现状 马上进一谈今天的 从华尔街到路加随 从华尔街到路加随 我们来关注一下宏观方面的消息 随着各界对于英国可能脱欧的担忧升温 美联储加些前景不确定 以及全球经济放缓的担忧 刺激全球避险情绪的急剧升温 资金开始从股市转向债市和黄金等避险资产 周英的全球股市遭遇黑色星期一 日经二五指数收盘大跌3.5% 韩国首尔综合指数周盘下跌1.9% 欧美股市同样全面下跌 标普下跌0.81% 富时泛欧只有300指数大跌1.87% 那与此同时的英国德国和日本的国债收益率纷纷创出了历史新低 日本国债收益率甚至出现了负值金价刷新三周的新高 瑞朗日元等避险货币则是走强 英国将在下周四举行公投 最新的调查显示的退欧阵营的领先优势达到19个百分点 创下了新高 支持退欧的英国智库Bugas Group 委托调研机构Opnium的最新调查显示 有52%的人支持退欧 仅33%的人支持留欧 还有15%的人选择了不知道 对市场而言 此次调查比之前的结果更加激进 上周五独立报委托ORB组织的第三轮民调显示 退欧派以55%领先留欧派的45% 英镑文讯重挫1.5% 英国首相卡梅伦的留欧态度十分明确 他昨天警告称 如果英国退出欧盟 英国人的养老金和国民保健服务等福利项目将面临削减 卡梅伦说 如果英国脱离欧盟到2020年将出现高达400亿英镑的财政黑洞 这将冲击英国人最依赖的公共服务项目 距离英国举行退欧公投还有10天 市场似乎意识到退欧不再是一句玩笑 上周开始全球资金蜂拥进入国债避险 风险资产遭到抛售 包括首相卡梅伦在内的一些英国官员认为 离开欧盟将对英国经济产生破坏 许多市场人士也认为 英国退欧将对市场产生负面影响 美联储的政策制定者可能已将退欧公投 视为是否在今年夏天加息的一个因素 不过和理性的政府相比 英国民众更在意的是 不断涌入的难民潮和潜在的恐怖主义等外患 近年来大量来自东欧等欠发达国家的移民来到英国 由于受教育程度较差 这些移民被认为占据了大量社会福利 加重了英国本土民众对外来移民的反感 自6月以来英镑已从5月底1.47的高位 跌至了1.42附近 跌幅达3.4% 经合组织周一表示 加拿大必须出台抑制家庭债务增长 以使过热的房地产市场降温的举措 以解决国内金融稳定面临的风险 经合组织的上述警告 凸显出加拿大决策者面临的关键挑战 未来该国仍然将保持超低的利率水平 在2008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之后 加拿大依赖房地产市场和消费者支出 来推动经济复苏 结果造成了加拿大的家庭债务升至了历史高点 相较于其他发达经济体也是偏高的 国际评级机构会议周一表示 由于对于日本完成财政整顿承诺信心降低 目前确认日本主权信用评级为A 但是将其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 会称如果日本政府不采取措施弥补消费税的推迟上调的影响 或者是经济的表现低于预期 未来可能下调日本主权信用评级 日本财务省和内阁府周一联合公布的调查结果也显示 今年第二季度日本企业信心指数环比大幅下滑 根据外媒的消息 欧佩克周一发布月度的市场报告称 全球经济在下半年将会持续改善 但是原油的供给将依旧会保持相对均衡的状态 油价中期将会以波动为主 受到全球不确定事件的影响 之前大幅反弹的油价在近期出现了盘整的迹象 好 刚刚我们浏览完了宏观方面的消息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股三大指数的变化情况 我们看到美股三大指数是全线下挫的 继续来看道琼斯规定平均指数下跌幅度是0.74% 纳斯达的综合指数下挫0.94% 而标普500指数的下跌幅度是0.81% 好 接下来马上关注到第一财经 祝纽约记者葛威尔收盘之后 给我们发回报道 早上主持人在本周美联储议息会议 即即将到来的英国退优公投之前 市场的不确定性令资金纷纷转向 避险资产反映市场波动性的VIX恐慌指数 上涨至19.5以上 上下三月以来的最高位 各股方面 微软宣布以196美元每股的价格 全现金形式收购专业社交平台LinkedIn 总价达到262亿美元 也成为微软史上最大手笔的收购 LinkedIn的股价大涨45% 而微软隔夜下跌超过2.5% 收购完成之后 杰弗·维纳尔将会继续担任LinkedIn的CEO公司运营 保持独立 交易预计在今年年底之前完成 维纳尔在接受CNBC专访的时候表示 与微软的合并将会帮助公司实现多许多 梦寐以求的愿望 而与此同时 目的将微软的3A评级列入了负面观察名单 此外隔夜 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举行发布包括Siri Apple音乐 iOS10和Mac操作系统的更新版本等等 不过在整个发布会期间 苹果的股价保持跌幅超过1% 主持人 我们带来市场观点的一些会送 这里正在直播的从华尔街到乌家 所以我们赶紧来聊一聊 今年有关于宏观方面 最重要的一个时间点 其实就是现在6月 6月是个多时之秋 很多事情都集中在6月 那对于市场的情绪面 还有未来的走向 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节目 好 今天我们请到现场的嘉宾呢 是来自于国泰基金的基金经理 吴向军先生 向军先生早上好 早上好 你知道MSCI很快明天就会知道 脱工头是23号 美联储一席会议也是迫在眉睫 所以说三个事情得加在一起 现在大家对于未来市场的走向 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是的 前一段时间大家觉得市场可能比较沉闷 国内国外市场都比较沉闷 现在终于不沉闷了 那个我们看到外围市场连续几天下挫都比较大 那么国内呢 因为有几天放假嘛 昨天也补跌了一下 一下子接着大家 咯 怎么跌了这么多 那么其实我们看到15号就是明天 MSCI可能会宣布对于纳入中国A股的这么一个决议 我们现在看着各种迹象表明可能这个不容乐观 因为MSCI它没有这个计划 有这个记者发布会 如果说真的纳入的话 很快会有风声传出 对 会有记者发布会 那么我们看到两三个星期以前 有一波就是买市 就是跟MSCI纳入中国A股有相关的 那么这波买市可能会获里回土 那么我个人其实也觉得即使是MSCI纳入中国A股的话 其实对于中国A股的这个正面的冲击也不会很大 更多是象征性的意义 对 我们就是有当然有各种各样的计算了 就是MSCI纳入A股以后 到底有多少的这个记录的这样的一个被动性的买盘 那么我据我所知的 它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步骤的 一开始纳入百分之一 纳入百分之一 再纳入百分之多少 那么一年下去的 那么一年之内 如果说按照它的时间表的话 可能也就是一两千亿这么一个 顶多这么一个增加量 但是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 其实海外投资从国内A股 我们就说过去一年吧 撤出远远超过了一两千亿 那么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的话 它这个真正的影响 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大 但是如果真的 据大家我们现在预料的话 不纳入A股的话 对市场其实也是一个负面的影响 因为前面的期望也比较高 所以这是一点 我们看到昨天下跌的比较多 当然昨天也是一个股在一周年 或者是其他的什么情况也有 那么对于市场的这种影响也有 那么我们现在主要谈的是国外的因素 国外因素另外一点 就是刚才我们电视里边也讲了很多 就是一个英国退欧的这么一个一些 这个可能性越来越大 以前大家都觉得可能是一个笑话 对吧 现在可能看又怎么这个 支持民众 支持民众 超过反对 对 持续的超过反对的 那么 这个片中也讲了一部分 为什么英国民众希望退出欧盟 其实我认为这也是一个 就是收入的这个不同的民众的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分歧 低收入的都愿意退出欧盟 因为他们认为呢 是欧盟增加了他们的债务支出 对 他们在用自己的钱去替欧洲的那些国家还债 对的 因为欧洲很多的国家有很多的问题 这是一方面他们要出现要去救助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大量的移民涌入 当然移民涌入 一方面是抢却他们的工作 就是低收入人群的工作 另外一方面呢 也带入了很多的这种安全的 不稳定性 这个是实在在的 像比利时啊 像其他的西班牙 像其他各个国家的 德国都出现了一些暴力事件 对的 那么尤其是最近的 叙利亚的难民潮也涌入了欧洲 那么这方面呢 这个他们也不愿意看到这个恐怖事件 发生在他们的本土 所以说从中低收入的人群来讲的话呢 他是不愿意的 但中高收入的话呢 依色的是反对退出的 据我所了解的 那么他们理由很明显 就是你退出欧盟的话 这些很多大企业的这些 英国大企业在欧洲的发展 和欧盟的企业在美国 对不起 欧洲的企业在英国撤立这个分支机构 都会受到限制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阻碍了这个商品的流通 阻碍了这个资本的流通 对于欧洲和英国都非常大的不好 那么我们看到英镑最近一段时间是下滑的 这个对美元呢 对欧元呢 都下滑的 如果一旦这个退欧成为事实的话 我个人认为 英镑会下跌百分之十几 甚至到二十 这么一个大的区间 这是非常可怕的 那么对于整个全球的金融市场的冲击 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说我们最近看到 股市在下跌 会是美元在猛涨 英镑为首的在下跌 那么这样的话 对于人民币 其实也有一定的冲击 因为现在人民币现在 从这个大面上来讲的话 是盯着一篮货币的话 如果说美元在相对其他货币在涨的话 人民币也是有很大的贬值压力 像昨天人民币一家就贬值了大概0.4% 最近0.4%的样子 所以股市会市还有债市 那么债市就是 我们看到像德国的国债 从一到十年基本上都是负利率 那么美元的 美国的国债也是利率在不断地下降 那么也在表明大家都是在避险情绪非常的旺盛 所以说这两个是两个比较大的负面的影响 对于A股的国内的A股的影响 那么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 也是明天晚上 就是我们的后天的白天了 就是美元处 这个6月份的一席会议 那么这个事情大家也聊了非常非常多了 那么现在看来的话 这次可能不会加息了 因为是我看到刚刚发布的美国的5月份的就业数字不太好 那么但是我们看到美国的通货膨胀的 现在核心通胀已经持续在2%以上 那么这个是一个不太好的信号 因为通货膨胀过高的话 肯定是会引起央行的这种警觉的 所以说美国的央行在下半年加息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我个人认为可能会加两回 那么就是每回加0.25的话 就是累计加0.5 所以说这次不会加息 但是它的语言方面会对下半年做出怎样的 一个预测也好或者是个暗示也好 都是这次就是明天晚上后天早晨的这样一个 一席会议的结果中非常大家注重的一个方面 主要是它这个措辞会对于未来加息这个时间 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前瞻性的指引 对的 好非常感谢向金先生这一事段的一个点评 我们看到其实三个事情 我们说到MNCI 象征意大过于实际意 但是如果不纳入似乎它的影响也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大 好那另外就是说这个英国的这个脱欧公投啊 可能现在大家对于未来英国可能会脱离欧盟独立的这个呼声是越来越高了 尤其是英国国内的民众 那么这可能会成为一个全球比较大的一个风险事件 那么更加重要的是呢 第三件事情就是美联储的这个前瞻的这样一个指引 未来会怎么样走 可能对于这个加息时点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暗示作用 好非常感谢向金先生的点评 这里正在直播从华尔街到我家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位领长的板块和个股分别是什么 传运医药基础材料零售软件安全还有国外公共事业板块的相关各股是领长的 我们要说到网络信息医药信用服务和网络电商 我们要说的是LinkedIn Corporation 网络信息领域的一支购物上涨幅度46.64% 目前的价格是192.21美元每股 Microsoft宣布收购LinkedIn股价大涨超过45% 非常重要的一个求职软件 这是全世界可能是最大的一个求职软件 这样一个上传平台 对的 可以说它是一个求职软件 也可以说是一个职业社交的 职业社交 对 这么一个平台 那么社交软件很多了 对吧 那么美国最大的社交软件 一个就是Facebook 再就是Twitter 那么LinkedInk 我可能觉得在美国的话 一个算第三或第四大这么一个社交软件 但是它不是一座跟其他不同的 它是专业的 就是找工作或者说是各方面的 大家的从职业社交方面的更注重一些 那么昨天微软购买的价格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么我粗略算了一下 260多亿的话 那么实际上它的年收入才8亿多美元 所以说这个收购价格跟收入的比的话 大约30倍 那么这个价格是非常高的 而且我们看到昨天晚上 微软宣布这个以后呢 它的股价下跌是比较严重的 是大概下跌3%到4% 那么说明这个市场对它并不是特别看好 微软最近不是最近几年 而是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 说过都不太成功 因为它始终没有找到能够去足以抗衡 Facebook Twitter或者Amazon 它一个核心的一个技术 我认为呢就是微软它整个管理呢 已经非常僵化了 它的从上到下呢 完全它是在西雅图的嘛 那么它的成功在30年以前 那么在过去这20年 几乎没有任何的新的idea 也没有什么比较好的管理方面的 这样的一个一些亮点 那么它整个上上下下的僵化 是在美国的科技企业当中是出名的 那么它也想试图改变 但是这个我觉得极重难返 比方说它前段时间买了诺基亚的手机 对吧 现在也是基本上就废弃了 那么最近这个LinkedIn呢 它当年呢在LinkedIn上台 在这个上市之前呢 它本来是有机会以5亿美元的价格 把LinkedIn买下 现在呢260亿买下 那么现在而且是 贵了很多 对 而且是LinkedIn现在 它的这个增速在大幅下滑的一个情况下 买下了LinkedIn 那么LinkedIn的股价在过去一年多 下滑了几乎三分之二 因为它的这个增速呢 也是减慢的非常的快 所以说在这个时间点呢 我们看到Microsoft买入LinkedIn呢 而且是Microsoft买它的话 我觉得前景比我们看好 但是呢 另外一个像Twitter 这个昨天我们看到股价大涨 那么Twitter内和LinkedIn内 一直都是被认为是被收购的 这个非常好的target 那么Twitter一直谣传的就是谷歌 因为谷歌没有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社交平台嘛 所以我觉得谷歌收购Twitter的话 可能也会水到渠成的 昨天大概推特上涨3%到4%的样子 也是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标的 我们说Microsoft刚刚从你说到这个 包括它收购的东西啊 包括收购此次 现在此时此刻的这个LinkedIn 其实它的一个收购的策略 相对而言还是比较滞后的 所以说使得整个的市场的投资人 对于它的这个目前那个估值呢 产生比较负面的一个情绪 好 我们接下来呢 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继续 接着聊 接下来我们快速的浏览一下重要的公司资讯 根据外媒消息 三门铁客计划以46.5亿美元收购 Blue Code 朝一聚集呢在十月份之前完成 之后呢 Blue Code首席执行官 克拉克将担任三门铁客首席执行官 合并之后呢 公司将成为安全领域的巨头 旗家工程师将会超过3000人 合并之后 公司2016财年的收入将会达到44亿美元左右 集中近三分之二 台自于企业安全业务 根据外媒消息 空中客车直升机 由中国航空器材集团和青岛联合通用航空 产业发展性公司组成的中央合作伙伴 签署了关于在华建立H135直升机 总装线的框架协议 该协议呢 是对于去年十月签署的合作业项数的具体落实 建成之后的总装线将成为空中客车直升机 这一世界领先的直升机制造商在中国的首条总装线 那百度隔夜宣布 下条2016年采集收入的指引 预计呢 第二采集介入大概是低于此前预期的一个数字 那百度盘后呢 价格是大跌了8% 好 刚刚我们看完了全球公司动态之后 我们再回到资本市场和嘉宾来聊聊 值得关注的板块和各部分别是什么 我们要说的这个是Bep's Liter 是医疗器械下跌幅度0.18% 目前价格是44.41美元美股 医疗器械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 还是在全球的话 最近几年的增长都非常的明显 股价的上涨呢 也是强于大势的 中国也是这样在股栽以来呢 其实整个医疗行业板块 包括医疗器械都是明显临 明显于其他的大势的 那美国也是这样 那么美国也是在这个行业的 这个收购重组也是非常的多 最近一两年的话 一百两百亿这个水平的这样的收购 非常的多的 那Bekster呢 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收购对象 因为我觉得他的这个 他的产品非常好 他的产品主要是血液制品 血浆制品 包括治疗血友病啊 其他各方面的这些制品 那么他的这个收入呢 一直就是双位数的增长 而且今后几年呢 他也是这个 因为他是一个行业领军人物嘛 所以说 绝对是这个值得抽购的一个对象 那么其他的 跟他类似的一些企业呢 就是市值差不多的 二百来亿左右的 好多最近都被收购掉了 所以说 这个公司最近的股价管线 也是比较强烈 好的 非常感谢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 昨天晚上的一个隔夜的欧洲杯的战绩 其中呢 西班牙 意大利各自战胜对手 爱尔兰则与瑞典是一比一战评 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从华尔街到家嘴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有关于昨天晚上比赛的一些精彩画面 我们再来 country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主持了第四轮中德政府磋商 双方达成多项共识 双方欢迎中国与欧盟在一带一路 和亚欧运输通道建设领域的合作 支持中车集团和德国西门子集团 在高铁领域开展合作 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 双方将继续落实在工业4.0领域签署的协议 并且对建立中德高级别的财经对话表示欢迎 将于2017年在中国举行第二轮高级别的财经对话 双方支持空客公司与天津方面和中航工业集团 持续推进天津空客A320飞机总装线的合作伙伴关系 此外双方致力于加强在提高能效和发展 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合作 并将进一步深化农业与食品领域合作 此外同一天举行的第八届中国经济中德经济技术合作论坛 共促了95项的重大合作签约 协议金额达到150亿美元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 5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 至于4月份持平 1到5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9.6% 创下2000年5月份以来的新低 增速比1到4月还回落了0.9个百分点 1到5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继续下滑 同比增长3.9%又创出新低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韵 用8个字概括了5月中国经济运行情况 那就是总体平稳 稳中又紧 但他表示5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不理想 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斌指出 最新公布的5月宏观数据表明 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存在 印证了权威人士对经济走势L型的判断 摩根士丹利华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称 虽然近期中央高度重视 民间投资持续恶化的现象 但短时间内很难出台有效政策 来扭转持续下滑的势头 因此 随着未来稳增长政策力度减弱 并逐步退出 如果民间投资不能接棒 则经济增速会重新进入下行通道 他认为政府应该继续加大 针对民营企业的政策扶持 包括减税 开拓新的低成本的融资渠道 以及推进改革降低垄断性行业的门槛 来引入民营企业等 招商银行资产管理部高级分析师 刘东亮更是指出 民间投资继续大跌至历史新低 表明中央财政发力 对地方和民间投资的带动作用 越来越差 未来政策前景的不确定性 可能影响了投资主体的投资意愿 单纯继续发力稳增长的空间有限 财政部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 5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461亿元 同比增长7.3% 环比明显回落 财政支出增速明显提升 财政部认为从目前情况来看 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存在 后期政策性的收减效应 还将进一步的展示 当我们说的结构性减税 比如对一些小微企业 这些薄弱领域的减税政策 确实是减少了我们财政的收入 从整个财政收入的结构来说 放缓比较大的 就是证券交易的印花税 我们知道去年的股市比较活跃 所以这个差异比较大 温斌表示 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影响下 财政支出力度进一步加快 仍然是未来财政的主要方向 今年年初 我们也是确定了 进一步的扩大我们的财政赤字的预算 提高财政赤字率 所以下半年财政支出这块 力度还会进一步的加快 特别是在保障民生这些领域 比如说我们在教育 文化 医疗 以及像保障房的这方面 那么在宏观经济压力不断加大的当下 供给侧改革究竟该如何发力呢 专家表示供给侧改革首先是去掉无效的供给 增加有效供给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金融创新 核心问题是如何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 金融危机八年之后 各国政府费了牛进 推出积极宽松的货币政策 甚至欧洲都已经变成了负利率 为什么金融危机的阴影依然没有远去 曹远征认为 货币政策变成负利率 说明总需求管理的思路已经走到了尽头 需要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 我们希望在京东明春把PPI转正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白仲恩指出 目前经济增长速度在下降 在劳动力的成本增加速度还是非常快 这说明过剩产能的行业占有过多的资源 使得其他产能获得资源的成本 在不断的上升 分析指出 供给侧改革很有可能会遇到银行债务的重组 很多金融产品违约的问题 这是消除多余货币来重新使我们的信贷资源 信用资源能够更好地匹配的过程 过去的这个金融危机之后 都伴随着多余货币的消除 就是这个金融产品的美元和银行的破产 使多余货币的消除 然后再来重新供给 用策畔和在这个照顾的重组 金融也打破刚性对付 让消除多余的无效的货币 对我们后来的高效的金融供给是不条件 安恋集团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尔海瑟 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表示 鉴于中国政府和央行能使用的经济政策工具 预计中国政府能够稳定经济发展 但中国经济发展势头进一步放缓 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预计今年实际GDP增长将是 从去年的6.9%放缓至6.5% 明年则可能下降至6%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财经早班车 我们稍后继续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 此外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的数据还显示 今年1到5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增长7% 增速比1至4月回落0.2个百分点 同时今年1至5月 国内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金额的累计增速也相比1至4月小幅回落 虽然商品房销售增速和投资双双放缓 但是仍然处于快速增长的区间 印内人士表示 未来短期内房地产市场仍然将维持平稳 今年一二线城市土地价格继续往上 6月首周仅三天就在北京深圳等地 有12块地价创出了新高 总的成交金额达到了327.5亿元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陆明认为 想要缓解房价上涨的问题 必须要增加土地的供应量 在即日举办的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年会上 陆明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 现在一二线城市房价上涨 是因为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 是持续的人口导入地 但是土地供应量却并没有跟上 土地供应一定要适应人口增长的趋势 否则想通过控制需求来缓解房价的上升趋势 只能治标不治本 在土地供应的过程当中 我所指的意思还不只是指土地总量的供应 还有在既有的土地供应里面 你怎么调整各种用途的用地的比例 比如说在工业用地和商住用地之间 在商住用地里面 商业用地和住宅用地之间的比例 还有就是在这个住宅用地里面的容积率 是不是可以相应的放松管制 这几个变量其实都会影响到住宅的供应 而对于宏观经济走势 陆明抛开改革去谈L型是没有意义的 一切取决于改革如何推进 中国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将告一段落 接下来中国经济增长的趋势取决于 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 其本质是生产要素在哪里能够更大发挥其价值 而在过去的十多年时间里 生产要素在政府的引导下 被配置到了一些相对较低的部门 你现在可以看到三四线地区 三四线城市 大量建了很多 其实没有很多企业的工业园 也建了很多新城开发区 而这些建设其实它的投资回报并不高 也基本上违反了我们说 现代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经济急剧的趋势 财政部 教育部 科技部等20个部委 日前联合发布通知 在全国启动第三批PPP示范项目 申报筛选工作 记者从业内了解到 与前两个审批项目相比 此次PPP项目申报的评选标准和评价方法 更加的透明 此外在项目申报的范围 项目类型以及覆盖面方面 也更加规范全面 几乎涵盖了所有的特许经营和政府采购的领域 分析认为对于纳入试点项目的要求和条件明晰 一定程度上将有利于项目的落地 因为你毕竟他通过了这样一种 比较规范的专家评审和论证 但这种从他项目的可实施 就可超出性方面来讲 应该是基本没有太大问题的 这也是可能社会资本上相对比较放心的 所以也会从另外一个方面 会促进项目的落地 业内认为由20个部门携手推进PPP 在国内上述首次 不仅有利于调动各部委的积极性 而且对于PPP项目的落地 以及后期管理都有积极作用 具体的每一个PPP项目来讲 肯定是各个行业主管部门 他对他这个行业里头需要做的PPP项目 他的了解或他的理解会更深刻 由他们和财政部一块来推动这个PPP 可能对这个PPP走得平稳 走得顺畅 可能是更有利的 2016陆家嘴论坛昨天闭幕 除了英国推欧公投这样的风险事件 全球经济基本面的状况 也仍然是市场持续关注的热点 在今年的陆家嘴论坛上 经济学家们热议 全球经济增长风险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 全球宽松的货币政策推行了很长一段时间 已经积累了很高的流动性 美联储加息将进一步释放流动性 新的金融风险或许正在酝酿 大家都在看 你到底加还是不加 加了该怎么办 不加该怎么办 所以全球流动性十分充裕的情况下 出现这种摇摇摆摆的这种利息 往往对市场来说 是一个很不利的因素 那么还有一个 在多元化的前提下 大家对于不同货币之间的配置 也产生了一种 希望能够有更高效率的这种预期 所以这两个因素的存在 加上全球流动性 处于一个很高的水平 金融市场的风险 那就在不断地运量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 首席经济学家 巴主宗泽表示 美元走强的背景下 往往会给新兴经济体 带来较大波动 在美元走强的背景下 要非常审慎地使用资本项目管制 因为在有汇率贬值压力的时候 草率地推出资本项目管制 结果导致国际市场的贬值的预期 和因为资本项目管制 导致的本国市场的 这种恐慌形成的叠加 本身对金融市场产生的冲击 是非常大的 中西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彭文生在演讲中表示 面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挑战 应当适当增加汇率的灵活性 彭文生认为 从时间纬度来说 汇率的灵活性不是指短期的波动 而是符合经济周期的波动 经济疲弱的时候 汇率就应该贬一点 经济比较强的时候 汇率就应该升一点 要让汇率成为经济周期调整的载体 好 接下来让我们再把视线转向伊朗 我们的记者正在那里采访 今天就让我们先度为快 看一看那里年轻人的创业状态 我的名字是 Farizane Qasemi 我现在36了 我讨历了工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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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 我讨历了工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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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 优优优独播剧场—— So, this is the story of how Dar Kuba was born. I think I'm lucky. I'm very lucky. What I'm doing, it's really meaningful for me. I think it's not just touching kids, which actually I think is the most important group of people. If you want to have change in Iran, kids are the group of people that we have to work and focus on. But also I think now we are actually showing people toys. Play is not just for kids. We have toys that it's like ageless and genderless. So, this is like bringing a little bit of moments of happiness to life of people, which is in Iran people are not happy. I think I actually believe in like smaller scale changes. instead of waiting for a government to do anything for us, and just waiting and not doing anything ourselves. I feel like as a like a one small citizen I have to do my best. So, what I'm doing is actually is the power that I have. A cool thing. It's a cool thing. It's a cool thing. It's a cool thing. This is the live stream of the KTG. We'll be right back.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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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you think we have a lot of part of the 100%? 60%左右与2014年基本持平 而第三方平台合作开展的线商业务企业 占比提高了20% 另外2015年是移动支付迅速普及了一年 有超过80%的100强企业都支持 在线支付这比2014年又翻了一番 Visa昨天在上海发布的研究结果显示 到2025年全球大约有2.82亿的家庭 每年将计划至少一次海外的旅游 至于2015年相比增长近35% 这研究估计到2025年估计在最可能进海外旅游的家庭当中 每年每个家庭平均消费可能会高达5305美元 消费包括在旅途当中常见的一些支出 比如说吃饭 住店 但是不包括旅行前的消费 比如说购买机票 报告说2025年海外旅游消费预测最高的国家将是中国 预计届时中国的海外旅游消费额是2500亿美元 这比2015年增长86% 并且比位列第二的美国将会高出1200亿美元 你们这么看好中国人民的消费能力吗 本周双休日约有7.7万名考生会走入中考的考场 高考考完了 接着是中考 据了解 今年的考生比去年减少了2000人 这是近12年之以来的中考人数最少的一年 2005年到08年本市的中考人数约是10万多 据透露 今年本市高中阶段学生录取率预计是98% 普通高中和中职的校的录取比例大体是相当的 好了 解读完今天数据 稍后进入今天的市场指南阵 好 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市场 随着各界对于英国可能脱欧担忧的升温 美联储加息前景不确定 以及全球经济放缓的担忧 刺激全球避险情绪的急剧升温 资金开始从股市转向债市和黄金等避险资产 周英的全球股市遭遇黑色星期一 日经25指数收盘大跌3.5% 韩国首尔综合指数收盘下跌1.9% 欧美股市同样全面下跌 标普下跌0.81% 富欧翻优基欧300指数大跌1.87% 与此同时 英国 德国和日本国债收益率 纷纷创出历史新低 日本国债收益率甚至出现了负值 金价刷新三周新高 瑞朗日元等避险货币则持续走强 周英 美国三大指数集体收低 其中的道指收跌于100点 在美联储政策会议与英国脱欧公投之前 美国市场的恐慌情绪创出了三月的新高 截至收盘标普白指数 跌幅是0.81% 暴在2079.06点 道指跌幅0.74% 暴在17732.48点 纳指跌幅0.94% 暴在4848.44点 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波动指数 俗称的是YX恐慌指数 收涨23.14% 创出了1月7号以来最大的单日涨幅 暴20.97 创出了3月1号以来的收盘新高 得益于全球市场不确定性的升温 好 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 期货方面连线东正期货的林响 请来介绍一下国内主要期货交易品种的情况 早晨好 林响 早晨好 主持人 首先我们关注一下隔夜的原油和贵金属 因为近期英国退欧等风险实践较多 以原油为代表的风险资产是普遍沉压下落 盘中则是因欧派克月报 预计今年的下半年的供需情况将会缓解 前美元转让走软 油价是一度是回收到了一个平盘的附近 金价则是在风险 避险需求的推动下继续的上涨 本周重磅的事件比较的多 包括了美联储议席会议 以及是日本英国央行的一个利率决议 同时6月23号 英国的脱额公同也将进行 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 这一段时间预计经价的波动幅度将会比较的一个剧烈 上周五最新公布的持仓数据显示 选举最大的黄金ETF SPDR的持仓 也是增值了两年半以来的一个新高 然后我们关注大宗商品 大宗商品延续了之前的一个反弹市场 整体价格已经回到了4月底5月初的一个水准 农产品方面6月10月凌晨的美国农业部 是公布了6月份的一个阅读供序报告 报告显示 15例16年度的美豆的出口 以及压榨的数据被上调 期末库存只是进一步的被下调 同时下调的还有巴西大豆的一个产量 整体而言 本年度的数据对于市场的影响偏力多 特别是美豆的库存的下调幅度 是远远超过了市场的预期 未来或许会继续依托天气进行一个操作 抬高美豆的一个价格 国内方面虽然大量南美大豆到港 现货依然压力是比较的大 但是因为南美产量的下调 整个期价上受到的一个压力 是小于上半年 国内斗破的期价也随着美豆进行走强 未来我们认为 还是需要继续关布天气的一个发展 同时要关注下一个月底的一个供需报告 最后我们关注股指 昨日护指是低开低走 尾盘大幅度下挫使得护指脱离了之前的一个震荡平台 气质方面的三大气质合约均是大幅度的收跌 其中以IC合约的跌幅是最大 IF合约的激差扩大 持当量下调大跌之下 市场显示出了一个非常浓厚的一个避险情绪 远期合约的跌幅较较较大 宽幅的一个震荡区好的组成 想继续来关注市场 去年6月12号 户指出击5178点之后 便陷入了大幅调整 时隔一年 A股并没有走出阴霾 户指昨天失手2900点 创出三个半月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 中小创成为了重灾区 踢财个股早盘的还能有所奇稳 但是午后纷纷大跳水 最终创业板跌破了2100点 两时据天成交5885亿元 较上一周二日有所放量 中小板纸和创业板纸分别暴跌4.61%和6.03% 另外融资方面 截至6月8号 两市融资额合计 8346.21亿元 环比减少36.57亿元 自去年6月12号 盛政宗旨创出5178点的高点之后 大幅调整至今 已经整整一年了 来自护身交易所的数据显示 截至6月8号收盘 护身两市合计总值达到了44.86万亿元 而这一数据 与去年6月12号的71.09万亿元的总市值相比 已经蒸发约26.23万亿元 缩水幅度达到36.9% 截至昨天收盘 上证宗旨累计下跌45.16% 深成值跌45.5% 创业板指跌幅也达到了47.32% 对于我们目前的A股来说 身体上还受制于当前的一个大的基本面 我们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之内 经济还是处于下台阶的过程当中 那么这一个相对低迷的阶段当中 我们会看到市场的这种主要的表现形式 可能还是叫弱势震荡 很难看到向上的突破 但是向下却经常会发生一些风险事件 进入6月中下旬 英国退优公投美联储一席会议 A股是否被纳入MSCI等 诸多不确定事件的到来 将使得市场的情绪修复进程受到考验 泰达红利首席策略分析师庄腾飞认为 目前市场整体风险偏好都在逐步降低 国内市场更是如此 在各种不确定性落地后 风险资产的表现才会缓和 整个全球的市场 目前在6月下旬是一个风险 高度不确定性的一个阶段 因为你也看到了 就是说6月的这个22号左右 要做一个英国退欧的公投 然后6月15号本身是有一个美国的议席 耶伦的表态是否足够的鸽派 还是会很大程度上影响 7月份的加息的概率的 如果7月份的加息概率 在这个议席会议之后降低了 那么整个风险资产的这个表现 它会稍微缓和 国内的话一方面有MACI的一些预期的劳动 同时还有前期因为经过了 一两个月的一个反弹 尤其前阶段吃心股 一个很高度的一个相对泡沫化的一个过程 所以短期内有一些这种 获利的回吐的迹象 或者说风险偏要的降低 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 A股持续回调引发资金竞相出逃 万德数据显示昨天几乎所有的主题板块 均是呈现出资金的净流出的状态 其中的国家队高宋转质押式回购 三大主题板块资金流出金额均100亿元 此外员工持股力电池虚拟限时等18个主题板块 资金净流出金额均是超过20亿 20大主题板块净流出资金合集超过1000亿元 对于昨天的大跌是再次的调整 还是一步到位呢 声望红源市场研究总监贵浩明认为 市场将再次回归区间震荡 应该说调整幅度比较大 但总体上还是注意框架内 前面是拉到2900上方 但是看来2900上方 它就无法继续向上通过 那么就有一个回抽 这个再度考验下方这样一个要求 那么从前期来可能也破贵过2800 但最后还是能够守住 这次格局恐怕也会有大的变化 尽管接触比较大 但是实际上相对过去来看 它实际上还是处于一种收敛态势 我想这种格局恐怕也许不会轻易改变 根据统计显示 本周将有198家上市公司实施分红 其中互是84家 创业版40家 中小版42家 而绅士主版则有32家 据统计 在这198家公司中 从送转股票的角度看 有35家公司将实施 每10股送转5股或以上的分配方案 其中 14家公司每10股送转15股或以上 分别为 中科创达 彭辉能源 中南建设 科路电子 天际股份 农发种业 微地股份 浩云科技 其中 中科创达分红方案最为慷慨 公司2015年年报的分配方案为 每10股转29.09股派4.85元含税 除权除息是6月17日 上周逆势上涨8.87% 期间大单资金净流入尾 2617.63万元 为目前两市第一高价股 彭辉能源同样值得关注 公司2015年年报的分配方案 每10股转20股派现2元含税 将于6月17日除权除息 上周累计上涨17.97% 上周三已涨停报售 从资金流向看 在35只高含泉股中 上周共有9只个股 受到市场资金的追捧 累计迄今1.4亿元 分别为创立集团 陆家嘴 中科创达 伟民环保 跨境通 科路电子 四川九州 康恩贝和彭辉能源 停牌近一年的停牌丁字户 建发股份因为重大无限力重组告吹 折腾近一年之后终于复牌 5月底护身交易所出台上市公司 挺复牌新规 其中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 不得超过三个月的规定 让不少停牌丁字户备受压力 纷纷紧跟新规复合 那初略估计 仅端午假期之后 已经有十多家公司宣布复牌 除了建发股份之外 今年1月停牌的华一加信 2月开始停牌的信亚达 还有中房地产也宣布是 今天复牌 截至6月13号 两市仍然有297家公司 仍然在停牌之中 随着停复牌新规的实施 长期停牌的上市公司 已经被推向了风口浪尖 复活也只是事件的问题 户时两市目前已经有 新号SD新美 新号SD长林和新号SD川化 由于连续三年亏损 处于暂停上市的状态 这意味着这些公司 可能被暂停上市 甚至是终止上市 除了业绩之外 两市还有不少公司 由于信息披露 违法违规 可能会导致暂停上市 或者是退市的风险 新态电器 更是由于涉嫌欺诈上市 可能将成为 创业版退市的第一股 相比主板和中小板公司 创业版公司 没有所谓一年的过渡期 连续三年亏损 即将面临直接退市 目前创业版当中的 科衡股份和太空版业 均告连续两年亏损 不过科衡股份 一季报显示为盈利 而太空版业 一季报亏损超过一千万 下半年保壳任务 依然兼具 因为太新电器涉嫌 气炸发行 保健人 新业证券被推到了 风口浪金 事件又有了新的进展 新业证券昨天被 证监会立案调查 保健项目将被暂停受理 而这也是继平安证券 民生证券 南京证券 安信证券之后 又一家遭遇 此类处理的券商 新业证券昨天公告称 公司已经被证监会 立案调查 根据核实 新业证券遭立案调查 缘起新泰电器 涉嫌造假上市 因此业界根据相关的法律 和过往的案例判断 新业证券全部投行项目 将被暂停受理 其中包括19家 再会排队的IPO 和一家已过过项项目 在本次陆家嘴论坛上 证监会国际合作部 主任齐斌表示 A股纳入MSCI指数 是一个历史必然 而就在明天 MSCI就将正式宣布 是否将A股纳入 其全球基准指数 对此现场的嘉宾 普遍认为概率不小 但是它的象征意义更大 对中国经济来说 这也应该是一个积极的因素 因为这表明 中国的资本市场的开放 涉及到很多方面 应该说在某些领域 也得到了推进 对于全球来说 中国的资本市场 越来越多的 能够进入到 全球资本市场的 这样一个行列中间去 对于大家更多的 了解中国的市场 促进中国经济 未来更多的 跟世界经济融合 我认为都是 有比较积极的意义 好 那接下来 我们马上来连线到的是 东北证券财富管理部的 总经理郭峰先生 请他点评一下 今天有哪些消息 可能会对于市场交易 产生影响 郭先生早晨好 你好 雨菲 下面我们关注 以下几个重要信息 那么昨天端午节 第一个交易的A股市场 出现了一个大跌 那么这当中 虽然有一些 外部因素的干扰 但同时呢 一些重要的经济数据 也出台 市场也有一个消化的过程 那么从经济数据来看 整个五月份的投资增速 仍然是呈现出一个 继续下滑的一个态势 五月份的工业增速 于上月持平 但是结构方面 也出现了一些 明显优化的一个变化 五月份的投资增速 同比增长6.0% 那么这个 于上个月的基本持平 但整体来看 整个工业生产 呈现出一个明显的 结构优化 行业分化的运行特征 其中表现为 一是向高技术产业增长 明显加快 第二个呢 是装备制造业的增速 也有一个明显的回升 第三个是 采矿和高耗能 等传统行业增速 呈现出一个 继续回落的一个态势 那么与此同时呢 整个五月份的投资里面 民间投资增速呢 仍然是呈现出一个 继续回落的一个过程当中 一到五月份 民间投资总额 只有11.6万亿增长呢 只有3.9% 那么这应该是 偏低的一个状态 整个民间投资的信心 呃 是增加投资周期持续性的 一个关键所在 所以呢 未来稳定协调 透明且有效宽松的 宏观政策环境 对提升民间投资的信心呢 是至关重要 那么这也是在 国务院几次会议当中 也明确强调 呃 如何刺激民间投资的 这样一个增速的回升 也是未来宏观调控的 一个重点 那么与此同时呢 市场也在期待 稳定的投资政策 也期待出台 从当前的政策导向来看呢 货币政策 难有进一步的宽松 但积极的财政政策 有望进一步的发力 所以呢在推进 结构性改革当中 呃要发挥一些 脱底的经济增长的 一个作用呢 呃依靠财政政策 可能这方面的效果 会更好一点 那么这也是我们后期 在政策当中 要值得关注的 再来看两个 关于行业方面的 一个状况 环保新三师呢 征战环境治理 呃以及正式成立 从向环境污染宣战 那么随大气 头脑新三师 整装待发 新设立的 水环境管理师 大气环境管理师 以及土脑环境管理师 这三个 呃管理师呢 已经成立 人员也以基本调整到位 三个环境管理师 正按照职责分工 紧紧围绕环境质量 改善目标 贯彻落实 水 大气 土脑 三个 三个 行动计划 稳步推进 各项工作 那么新三师的设立呢 也将环境的管理 由原来的 以条线为主 变为 现在的 以板块为主 来进行 这样呢 更好的对接了 水汽石条 水石条 大气石条 水石条 以及土石条 这也是之前 整个环保治理出台的 三大 治理政策 那么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呢 未来的环境治理中 按要素的 协同管理 进入十四号阶段 所谓的有利于 更好的环境治理 与此同时 环境政策 也将从污染物的控制 转向 更关注 改善质量和提升综合能力 那么另外呢 还有像北斗产业 目前也迎来了 向上的一个拐点 导航卫星 目前也是进入到 一个密集发射阶段 那么随着 北斗导航网络的运用呢 相关的运用 也在进一步的铺开 6月15号 本周三将召开 第五届全球地理信息 开发者大会 在北京开幕 那么首届 中国太空经济论坛 也将同期召开 那么这也表明 中国将加速 从北斗运用来 将走向一个 加速民营领域的 一个发展 整个2015年 中国卫星导航 总产值 将达到 1900亿元 其中 北斗导航 贡献约30% 达到 570亿元 那么从整个 行业成长空间来看 未来增长 也是非常大 17家上市公司当中 已经有一半 上市公司 做了一个业绩预争 建议投资者 可以对北斗导航的板块 做一个重点跟踪 以上是我们 终于关注的信息 下面记住 最后给予非 好的 谢谢郭峰先生 这一时正在直播 财经早班车 稍后休息 稍后继续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最新的券商言报 首先看到的是中投证券 中投证券认为 本周市场横盘震荡 应该是一个 大概率的事件 当然他没有料到 昨天就已经大跌了 日间窗口 持续到本周 MSCI谜底的公布 市场已经反映出了 MSCI加入的 良好的预期 而下一步向上 需要有更加明确的催化剂 而向下呢 则需要长时间的横盘 所以维持对市场 中性偏谨慎的判断 报告关注 公路投资建设 带来的投资机遇 对比欧美国家 我国公路密度 人均公里数都偏低 那么同时 我国人均汽车拥有量 又在快速的增长过程当中 所以这会催生出新的 公路投资建设的需求 考虑到我国地区发展的差异 投资建设的潜力 报告建议关注 四川路桥和成都路桥 中泰证券发布的 煤炭行业的研报说 随着各大煤炭生产区 和煤炭电力央企 纷纷表态 按照煤炭的新核定产能 安排生产 所以煤炭产量下滑 是非常明显的 市场供应量显著减少 会导致近期港口库存 大幅度的下滑 这是目前煤炭需求 淡季背景下 煤价上涨的主要的 推动因素 所以从目前 去产能的执行力度来看 其中对于中短期煤价的冲击 可能会超乎预期 同时进口对短期煤价的 边际影响有限 报告认为 煤价反弹将会缓解部分 煤炭企业信用风险的敞口 那么建议综合面 和国企改革预期 选择标的来关注 可以关注西山煤电 洋泉煤液 季中能源 盘江股份和眼周煤液等等 好了 看完研报 我们来关注一下 今天重要的公司公告 匹图匹 这个名字大家一定很熟悉了 匹图匹公告说 5月31号和6月6号两天 匹图匹控股股东 五牛基金通过上交所 集中竞价交易 分别增值了 匹图匹160.98万股 和243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8% 增值均价是 12.76元每股和 13.91元每股 上述增值完成之后 五牛基金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计持有 匹图匹 6813.47万股 持股比例有18.82% 上升为20.81% 天山纺织的公告 公司以全部资产和负债 作为支出资产 其中支出资产中的 等值于7.99亿元的 部分于美林控股持有的 加林药业47.72的股权中的 等值部分进行资产的置换 支出资产剩余的部分 则以1.1879亿元现金 出售给公司 现有控股股东 凯迪投资 支出资产中 超过支出资产当中的 置换金额差价部分 约是 75.7021亿元 由天山纺织 以8.65元每股发行 8.7517亿股股份 来进行购买 四通心裁的公告 说公司 以44.36元每股发行 0.57亿股作家 25.5亿元收购 天津立中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 同时 公司拟配套 募资不超过9亿元 标的公司主营业务 是铝合金轮的研发 设计 制造和销售 同时 公司实际控制人 脏势家族 于公司2016年 半年利润分配预案的提议 每10股转增20股 宏图高科公告说 公司拟12.97元 每股发行2.08亿 合计作家27亿元 收购 矿石文化 董国强持有的 矿石国际 100%的股权 股票从今天起 开始复牌 好了 这里是财经早盘车 稍后我们请来关注 亚太开盘 和今天A股市场消息 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财经早班车 这一时段 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下 亚太早盘的最新情况 那接下来呢 马上连线到的是 第一财经驻香港记者方商 方商早晨好 跟我们介绍一下 你所了解到的 关于亚太市场方面的 最新消息好吗 航宇啊 我们今天那个亚太股市呢 今天开盘还是继续 承接昨天下跌的走势 但今天的这个跌幅 要比昨天明显要低 今天的日本跟韩国股市 开盘都是微跌0.1% 但同时的日经指数 在开盘一段时间之后 就迅速跌破16000点大关 今天的市场情绪 还是非常的观望 同时呢 由于市场避险情绪升温 我们看到日元 昨天对美元 也是持续走高 而今天继续在高位震荡 今天早段开盘呢 还是在106的关口附近 另外呢 这个澳大利亚股市 今天早段开盘 同样下错 于非 谢谢航宇 我们这次再来关注一下 有关于互港通方面的消息 A股港股呢 昨天是双撑重挫 A股收盘前后 港股通资金流入有所下降 那么截至收盘 港股通净流入16.01亿元 当日额度胜于88.99亿元 剩余的余额呢 占到额度的比为84.8% 这是港股通连续 第33个交易日禁流入 互股通呢 则是结束了18天连续 禁流入态势 禁流出的金额是8.7亿元 额度剩余是138.7亿元 余额占额度比为106.7% 文根大通分析师李金报告称 预计呢 今年下半年推出深港通 深港通投资门槛可能下调 初期开通的额度 应该会与互港通一致 MSCI可能部分容纳A股 预计6月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 非常小 好 接下来我们再联系到杭宇 杭宇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所了解到的香港市场方面的 最新情况好吗 杭宇肥康你也提到香港股市 昨天是大跌 昨天恒生指示的跌幅 已经创出4个月以来新低 同时也有分析师指出 现在向上市场已经进入避险模式 短期内的港股应该走势 会持续偏软整理 观望情绪会非常浓厚 当然市场短期内 会非常观望三大事件 一个就是你刚刚提到的 这个明天A股将 能不能否加入MSCI 新兴市场指数呢 明天将会有决定 另外就是美国联邦市卫局 是否加息 还有就是在下周 英国举行的这个推游公投 都是市场非常关注的焦点 那在个股上呢 我们需要关注一个中资保险股 陆续公布上个月的保费收入 中国平安最新公布 前五个月保费收入上涨22% 泰保前五个月保费收入 也增长接近两成 另外一些个股方面 中国金阳宣布4.25亿 去收购新能源技术业务 还有新城发展 最新表示呢 要设立合营公司 去拓展受限业务 于飞 好的 谢谢航雨 这次正在直播的 财经早班车 请锁定第一财经 稍后进入到的是 正会观察 首先我们连线 申万红源证券研究所 市场研究部总监 贵浩铭 你好 贵老师 你好 一年前大盘大跌 昨天又大跌 对于竞技总统 您是怎么看的 虽然都是大跌 但是程度也有所不同 特征也有所不同 那我觉得昨天的夏天呢 主要还是受几方面因素的影响 最大的因素呢 应该说还是和近日的经济数据欠佳 海外市场呢 持续回落啊 以及人民币汇率呢 向下破位啊 这样一些因素呢 有一定的关系 那么总体来看呢 市场是一个落实格局 那么前期相对来说 还有一个亮点呢 那就是执行板块啊 那么昨天这个板块 也开始集体的暴跌 并且成为一个 地亭的一个阻力 那么这个对投资者的 信心的打击是非常大的 那么从目前的态势来看 整个大跌 是一个向下寻找支撑的 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旁边呢 这个还是比较被动啊 整个量价也是背离的 那我们觉得 这个态势不很难 在一两天之内 迅速地改变 今天不排除大跌 还有一个继续向下考验 2800点 整数光位支撑的可能 当然也许大跌过程当中 会提出一些买入机会 但我觉得 在市场争论期稳之前 投资者呢 还是要严格的控制 传闻不要轻举望重 好 谢谢 那看来大家继续要做好啊 实在坐不住的 可以先蹲下 接着我们来连线 东正期货研究所的郭华 你好 郭华 你好 主持人 对国内期货市场表现 你是如何判断 好的 我下面来看一下 商品期货方面 周一受处于美元的 一个疲弱 那么外盘的龙铜 是出现了上涨 那么从数据上来看 中国5月份的 未钻造铜级铜台 进口是43万吨 铜米增加了19.4% 但是环比却出现了下降 4.4% 那么此外市场预计 6月份受到季节性的 一个因素影响 那么进口将放缓 另外靠地的一个交易 异不利于 金铜的一个进口增加 这也意味着 中国的一个需求 目前仍然是处于 一个疲弱的 这样的一个环境 那么预计近期可能同价 仍然有下行的可能 而股指方面 周一气质跟随线 或是出现了 全新的一个下跌 那从数据上来看的话 至今仍然是 呈现谨慎的一个态势 那么尤其是 多头的信心不足 预计三大气质的 一个压力游存 IF和IH的一个增仓下跌 出现了一个贴水的 一个同步的扩大 那么整体上 可能会呈现一个调整 位到位的一个趋势 那么IC的一个指标 是显示出了 投资情绪的一个稳定 或许未来的一个 下跌空间比较有限 那么在即将到来的大事件 集中释放期投资者 都出现了一个 比较谨慎的 这样的一个心态 那么对于市场的一个信心 也是形成了一个打击 那么因此在 新年没有明朗之前 那么市场可能继续承压 好的主持人 好 谢谢 接着我们来连线 深圳前海开源基金 执行总经理杨德龙 你好 杨德龙 你好 主持人 前期你一直都比较乐观 那鉴于近期大盘走势 接下来你是如何判断 昨天市场受到 端午节期间 欧美股市下跌的影响 出现了比较大的跳水 再次回到2800多点 这个底部区域 但是我们看到 昨天市场并没有 实际性的利宽 主要还是投资者 信心不足 导致的市场的调整 市场这浪 不正的趋势 并没有改变 那么底部模底的过程 可能是比较难熬的过程 但是在这个位置 入场的话 其实牺牲的只是 等待的时间 并不会牺牲本金 也不会牺牲的 对市场的判断 所以在没有实际性的利用之下 大盘的话 通过一次性的下跌 来释放恐慌性的情绪 应该说调整是已经比较充分 后市的话 应该不会继续联系下跌 2800点左右的这种支撑 还是比较强的 可能很快 市场会有反弹 那么昨天市场下跌 也和古代一周年 有一定的关系 在去年的同期 大盘是建到顶部 之后经过三流的下跌 前期加杠杠 加上后期的驱杠杠 导致市场发生踩踏 可以说给投资者 带来了非常大的损失 然后很多投资者 也是心有余悸 那么现在市场 再次走到这个时间 确实有一定的恐慌性的情绪 但是我们认为 大盘已经是经过了 三流下跌 估值也比较低了 这边互联系上面的估值 已经重新的跌到了 历史的底部 所以在这个时候 应该是战胜恐慌的时候 这边是一些有价值的 这个白马股 可以继续关注 比方说 这个像白酒 新的原汽车 家电 军工等板块的话 在获释的话 可以继续看好 是 好 谢谢 我们来汇总一下 今天陈汇连线 各大权威机构的观点 十万红源政权认为 大盘继续承压指数 调整会难免 东正机会认为 互同冲高回落 短期下跌风险还未解除 期值 午后快速跳舍 IC主力重挫超4% 千海开源基金认为 欧美股市下跌 影响了A股的短期走势 周一大跌一次性 释放了悲观情绪 而深港通的开通 可能会提振市场信心 继续看好 白酒 新能源 汽车和军工等等板块 今天陈汇观察 就和您一起关注到这里 以上是今天 财经早班车的全部内容 更多新鲜资讯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 第一财经资讯 如果你想随时随地了解 更多及时独家的财经资讯 可以搜索下载 第一财经手机客户段 请锁定第一财经 稍为您带来市场明镜 请工作宁 tru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